关注合医生,健康不夸科 大家好,我是合医生 那么今天跟大家好聊一聊 如何快速的排出肝脏的毒素 那我们这个肝脏啊 是人体里面最大的解毒器官 可以说是一个化工厂 是一个解毒高手 不管是体外进去的 还是体内产生的 基本上都是靠肝脏来去化解 那么肝脏呢 也是一个消化器官 它可以分泌胆汁 帮助消化 所以这个肝脏啊 在人体当中可以说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很多人呢 误以为啊 这个肝脏的代谢功能非常的强 不容易受到伤害 那其实呢 这个认识是非常错误的 其实肝脏也是一个 非常脆弱的一个器官 一般情况下呢 肝脏受到损害的时候啊 它一般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所以很多人的疾病呢 一拖再拖 拖到最后 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了 像肝脏 很多人发现后面都已经是肝阴化了 肝癌了 生活当中呢 很多人啊 暴饮暴食 吃太多肥腻的东西 长期大量的饮酒 啊 吃很多啊 这种保健品啊 药品 做西野不规律 经常的熬夜 那这样子 给肝脏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一个负担 啊 对我们肝脏啊 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啊 影响到肝脏的一个健康 那么中医里面认为这个肝脏啊 它是一个将军之官 它出现问题的时候 情绪可以非常的暴躁啊 可以经常欺压别人啊 它是调畅气机的 一个人体气的一个流通 是否流通 是肝脏来去主管的 只有气流通了 我们血才能流通 气血流通了 人才能够健康 那么这个肝气啊 不通的时候 我们叫肝气郁节 比如说头脏啊 太阳穴的疼痛啊 胸口闷啊 这个肋骨按着痛啊 肚子脏肚子痛啊 等等这些表现 都是肝气郁节的一个表现 肝气郁节还表现为 整个人的情绪很低落啊 很压抑啊 很抑郁啊 经常生气啊 等等 那么如果是这个气 肝气不通 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会出现肝郁化火 比如说出现这种 口干口骨口臭啊 大便硬啊 情绪非常的暴躁啊 这些火热之下 这个叫做肝郁化火 同时还有一点呢 就是肝胆吃热 刚刚讲的饮食 暴饮暴食 长期大样饮酒 吃太多肥腻的东西 那这些呢 就会导致整个人 湿热很厉害 那么肝胆湿热之后 经常就会出现 那种肝趋的疼痛啊 或者说出现这种黄胆啊 比如眼睛黄啊 木黄啊 这种脸色 身体皮肤发黄 小便黄啊 这些黄胆的情况出现 这个就是肝胆湿热的 所以呢 我们要想我们肝脏 健康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肝脏里面的这些毒素排出去 比如刚刚讲的气毒在那里的 这个毒素啊 这些火热之毒 这些湿热之毒 把它排出体内 那么这样子呢 就能够还肝脏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食疗方 可以帮助大家快速解除肝毒 疏通肝气郁结的情况 疏通里面这种湿热的情况 疏通这种肝胆 这种有热 把化火的情况 那么连续合上三天呢 可以帮助你排出多年的肝毒 还我们肝脏的健康 那么首先呢 我们准备食克的莲子 那莲子呢 它有健康的作用 当出现这种皮须 久屑 也就是长期拉肚子 食欲不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莲子就可以健康了 那刚刚讲的 肝气郁结 肝郁化火的时候 它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脾胃 影响到脾胃 那这个时候莲子 它又有健康的作用 那么能够预防 这种肝气郁结 导致的这种脾胃的情况 那么莲子呢 还有养心安神 沟通兴盛的一个作用 当出现这种虚反啊 整个人烦躁啊 经济失眠的时候 莲子就非常的好了 那么有研究表明啊 我们的睡眠啊 它是会影响到肝脏的转胺酶的 特别是有肝脏基础疾病的人群 睡眠不好的时候 这个转胺酶会升高 所以啊 这个莲子 它能够啊 帮助睡眠 那睡眠好了之后 对这个肝脏的转胃啊 也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这种肝气郁结 干预化火 导致整个人非常的烦躁 影响到失眠的时候 那莲子呢 就可以这种清心除烦 养心安神 那么莲子还能够有这个 补肾 固精的一个作用 所以对于这种肝气郁结肝不好的人群啊 可以多吃莲子 那么接下来准备了20克的绿豆 那绿豆呢 可以说是中药里面的解毒之王 它可以解百毒 解这种腹脂啊 八豆啊 等等 药物的毒性 还可以解酒毒 还可以解各种类型的这种药物的毒性 所以呢 这一个绿豆啊 对于这种肝脏啊 就非常的好 可以减轻这种肝的一个负担 并且啊 这种绿豆呢 还可以除烦 可以清热 可以止渴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肝气郁结化火 出现火热之下 出现口干口苦 整个人又非常烦躁的时候 那绿豆啊 就可以除掉这个烦躁 除掉这个口干口苦 对这个肝郁化火 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这个彭子义老先生 非常著名的一个医家 他也是非常喜欢 擅长运用这些豆类的食材的 那他讲到绿豆啊 他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养木 这个木就是我们的干 叫做干木 他能够呢 让这个干玉化火 干火偏旺 干气郁结的这种状态啊 他能够让它舒缓 让这个干木舒缓 同时呢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绿豆可以养中 这个养中 也就是养我们的脾胃 可以预防这种 因为干的问题 影响到我们脾胃的情况 所以啊 我们经常吃一些绿豆啊 就相当于给干 加多了一层辅助 那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 这个肝脏的一个情况啊 对绿豆啊 是非常的好的 绿豆可以这种缓解 乙肝病情的发展 缓解这个脂肪肝的发生 保护干燥 那这一个药理研究呢 也是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参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20克的义仁 那这个义仁呢 他可以沥水胜湿 沥水消肿 清热沥湿 那这个刚刚讲的 肝胆湿热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 这个义仁呢 就非常的好了 九福义仁能够让身体轻盈 同时这个义仁呢 还能健脾 刚刚讲的 肝气泛脾 肝气泛胃的时候 这个义仁呢 就能够达到健脾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义仁 当出现肝浓肿的时候 那我们临床上 是经常用这个义仁来去 达到这种 清热排浓的 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呢 可以健脾 可以养心安神 当当出现这种血须啊 肝血不足啊 或者更年期综合症的时候 整个人肝气一结 整个人非常烦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红枣呢 就可以安神 可以健脾 可以养血 那么我们把 刚刚准备的这些食材呢 导入养生壶中 那么加一千毫升的水 那么我们可以包它半个钟 然后呢 就包好之后呢 就平时就带茶饮 那没有养生壶的 也可以直接加入砂锅 不要用铁器来去包这些药材 会影响这些药材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呢 也可以放到养生壶里面呢 就平时呢 就可以经常的就包一天 可以包一天 平时想到的时候就喝一喝 想到就喝一喝 那么这些食材啊 对于刚刚讲的干气 以及干火旺 体面有干气淤堵 这种肝胆湿热 或者说它影响到脾污的时候 那这个刚刚讲的莲子绿豆汤啊 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大家呢 连续包到三天 那我们身体呢 就会悄悄会有变化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的 关注回忆生 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